我是AK 关德辉 在拍摄这个视频的当下 原本我应该是在加拿大的 可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现在仍是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视频的目的是想要告诉大家 奥米克隆不是流感 2020年1月份的时候 两年多前 我从中国回到马来西亚 跟我妈过农历新年 就一起吃团店饭 我还记得当时我还跟她说 下个月见 吃完团店饭之后我就 先回去加拿大 跟我的太太女儿相聚 当然后来发生的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了 lock down 然后每个国家 取消所有的visa 然后不再飞行 我就这样被困在加拿大2年多 一直到今年2022年的4月份 当马来西亚政府宣布说 只要fully vaccine 就是完全接种疫苗的 不再需要隔离 我才飞回来 终于跟我妈再重聚 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那4月份回来 我5月份就 确诊新冠了 后来我回去加拿大之后 我带我的太太跟女儿 在7月份的时候 又再次的 回来马来西亚 结果我女儿跟我太太 也陆续的确诊 我真的感觉到 这次的传播 这个感觉可以用 必无可必来形容 因为我太太跟女儿还没回医保 还没看到我的岳父岳母 就听到医保家乡传来的消息说 岳父岳母也陆续的确诊了新冠 然后我的小姨她孩子到吉隆坡来念书 刚刚来我们还一起吃个饭 每两天就听说她确诊了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真的是确诊的情况太过普遍了 所以大家都好像有点不当一回事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妈也在她生日的前几天确诊 记得我们跟她切蛋糕吹蜡烛 她还戴着口罩吹蜡烛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就跟我以前5月份的时候一样 就是躺个一个礼拜 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岳父岳母一样 就是过了自动就会好 可是没想到 在我妈生日的第二天 8月11号 她的血氧掉得很厉害 大家就是确诊了之后 每天都会测自己的血氧的含量 那一般上正常人都在95以上 可是我妈那时候就掉到了92、91 甚至还有一些掉到88、89的时候 那我们的家庭医生就说 非常危险了 必须要住院 结果我们到医院的时候 我妈已经很喘了 她主动跟我说 阿辉你去跟他们借轮椅吧 就是她已经走路就非常喘了 就主动的叫我去要了个轮椅把它推 然后后来住院11号 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到现在 她就再也没有走过 因为她那时候躺在病床上需要吸氧 她的氧掉了很低 在90以下 然后等到她的新冠已经好了 COVID-19没有了 她的肺受到了感染 然后她的肺活量一直上不去 所以医生就让她一直吸氧 住到8月29号 医生就说 其实她身体状况其他都没问题了 就剩下肺部的问题 所以如果家里有氧气机的话 其实她可以回去 跟在医院也没什么差别 那我们家里就弄了一台氧气机 让她回来吸氧 因为加拿大也开学了 我们的就是机票本来就买了9月份回去 让孩子开学 然后我们一家三口飞回去 可是也因为我妈这样的事情 我必须得留下来 然后我们商量过了 也觉得我一个人要照顾 就是躺在床上的母亲是力有未代 所以我们就跟我妈商量了之后 送她到专业的看护中心 那边有护士 有物理治疗师 然后每天就是给她做复健 但是医生说那个吸氧的情况 应该正常来说 还是会持续个4个月左右 所以想要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 千万不要轻看新冠肺炎 也不要太过小看感染 之后的后遗症 Long Covid的现象 我们不知道哪个人的情况 其实我妈虽然年纪不小 我妈是80岁 但是我的岳父比我妈的年纪更大 而且说到基础病 我岳父其实更严重 因为她常年抽烟 所以在还没发生疫情之前 好多好多年前 她就受到了医生的警告 医生警告我岳父说 你现在必须戒烟 所以我岳父还有用那个 就是inhealer 就是如果万一呼吸不顺的话 就是让一些小群人用的那种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岳父感染了新冠 她的血氧一直都很正常 95、97 所以我曾经有一度怀疑 因为我岳父岳母 他们接种的第一针跟第二针 疫苗虽然是科兴的 当时马来西亚都提供科兴 可是到加强针的时候 当时马来西亚就只有 Fizer 就是科兴的用完了 然后进了那个灰类的 所以岳父用就很乖的 去打了第三针是灰类的 就是两针中国的科兴 一针美国的 那这种组合也是很多人说 那个就是这样子掺杂的话 那个抗体会更高 这个是有一些数据 但是我妈当时看了 可能网络上的很多一些 谣言或者说一些新闻 一些消息就是说 不敢打 她怎么都不敢打辉瑞 所以我们自己花钱 当时政府提供的免费的是辉瑞 所以我们自己花钱 我让我妈说不管什么 疫苗先打了 那个加强针再说 所以她就三针都打的是科兴 这个是唯一我岳父岳母跟我妈的差别 当然我母亲她的新冠后遗症 Long Covid 的现象比较严重 跟她打的这个疫苗 有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也只能够猜测 说不得准的 因为我岳父岳母跟我妈最大的差别 就是第三针 加强针不一样 不过我妈的妹妹 就是我阿姨 她打的针是跟我妈一样的 刚刚不是说避无可避 她肯定没更多感染吗 没错 我阿姨也感染了 但是很庆幸 她很健康好了 所以这个我想也只是一个参考 那说到口罩这件事情 我倒是还想再提一提 大家记不记得还没有疫情发生之前 这世界上还没有Covid-19之前 我们看到戴口罩的人是健康的人还是生病的人 没错 大部分都是病人才戴口罩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一开始戴口罩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是为了不把病菌传染去给别人 所以其实我的心态也是一样的 我戴着口罩 尤其是在室内 在密闭的空间 我戴口罩是避免我的口水乱喷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有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我们会不会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带着病毒到处跑 我们不知道 所以那些不戴口罩的人不是勇敢 不是不怕色 我感觉是如猛 尤其是在密接的情况之下 完全不理会别人 然后完全不戴口罩 就像抽烟的人不问 你说你介不介意二手烟啊 不然都不问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最后分享一个我亲眼看过的 一件奇葩事情 在一个宴会上 就是有喝酒的宴会 有我亲眼看过一个老先生 他喝了酒之后 他就说 有些人比较谨慎 戴着口罩 他竟然发酒疯 把人家口罩扯下来 戴什么口罩 这样 我惊呆了 我真的是惊呆了 奉献大家 如果身边有这样酒品不好的人 刘德华说 台品就等于人品 我说酒品就等于人品 这不只是闹笑话的事情 他很可能是在某一天 会围挤你 或者围挤你身边的人的健康 一个很serious 很严肃的问题 所以 珍爱生命 远离那些 不珍惜别人生命的人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 平安 希望大家都能够 顺利地度过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 谢谢 谢谢 小谷